這麽猛去加,其實也不是好 所以現在本身的比例,還要面對收稅 是一個很憂慮的情況 美匯指數已經去到103 看到資金流向美元避險 全球的其他貨幣也全部在貶值當中 上一次美匯去到103 其實是靠近阻力 上一次去到103 現在是2020年,疫情剛剛開始爆發的時候 當時出現了一個全球資金鏈斷裂的狀況 當時所有東西都下跌 美匯就上到103 如果實際的數字就是103.96 其實差不多到了那個位置 這裏也是,我們官謀會不會厲害到呢 再破壞這裏先,因為這個位置就是 如果去拉一個長一點的走勢去看 其實是2017年和2020年那裏的雙頂來的 如果這樣破壞會更加強勁 亦都是反映著美匯強 美匯其實不是任何時候都跟股市有個反向的關係 但都可以是其中一個去參考的指標 是不是也都代表著 其實資金都 每個人都覺得不想炸這麼多 反而是拿回現金 市亦都未止跌 那美匯繼續強 阻力其實就是103 但如果它的力度是 就是人們的資金再嚴重一點 再103衝負了 其實就 都真的要繼續小心 是不是市場繼續下跌 要是 至於 突然 真心 偶然 沒問題 坦白 臉 S